我想讲讲灵的祷告和误性的祷告 整个生命在灵里的处理和误性的处理 刚刚有位姐妹有很多重担和疾病 用很多误性的祷告 其实误性的祷告一样是有功效的 但圣经是告诉我们有灵的祷告也有误性的祷告 耶稣说到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整个灵的时候的敬拜 你想想整个灵魂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 即是我们的魂有思想意志感情 还有我们的灵 整个灵当我们只是用思想的时候 只是用了人的一部分 如果形容就是祈祷的时候 例如那人有重担 神啊 我有很多重担 很烦 很搞不定 神啊 你帮我释放 只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传递信息给神 神啊 我现在有这个需要 我的心很重 求你释放我 这样的时候 因为他只是纯细言语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呢 神一样听的 不过呢 就不及灵的祷告 所以耶稣说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因为用灵的祷告的时候 就不只是传递信息 而是灵开通了给神直接做功 圣经也说到有灵性的祷告 有无性的祷告 而有些人去过天堂 他也发觉 在天堂 这个有很多人说的 就是说 这个圣经也没有说到 但是有很多人的经验 就是很多人去到天堂 发觉不是用语言沟通 而是 耶稣的意念传过来 他想的意念也收到 耶稣的意念也收到 这个可以比相似 我们的灵和神的灵相通 正经讲到 相通就是说 整个灵魂和神能够连接 能够直接被神的灵改变 当很多人在这个世代 神使用一个工具 就是敬拜赞美 当人敬拜赞美的时候 感情就比较释放 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都发现这件事 我发现在教堂祈祷 就是怎样呢 教堂祈祷 然后我又学到一些诗歌 我回家 有时走路 有时洗碗 我都在唱歌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我发现唱歌 很开心 我发现有两种 这种亲近神 一种就是用很多说话祈祷 另一种就是 心灵开放的赞美神 其实这种就是用心灵 就是说是心灵开通 就是这位子辈来祈祷 就发现整个人松了 这个就是说 是圣灵的工作 能够透过我们的灵开放 是很直接的 所以有很多人心灵医治 就是在很重担烦恼之中 在祈祷 然后很快就得到释放 但是有两极 一极就是用悟性的祖告 少用灵的祖告 当然他不是完全没有用灵的 有亲同神相交 一定有灵 不过用多少安解 例如他主要是悟性 小部分是灵 在灵发出的 他的力量是没有那么大 在祈祷理由上来说 用灵的力量是大的 更加容易释放 更加看到人的改变 都是我们时时见到的 就是我们时时为人 赶邪灵 祈祷医治 祈祷释放 安慰他的心 都发现灵性的祈祷很快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人也有悟性 当我们经历圣灵之后 又要进入我们的悟性 以及处理悟性 我发现有很多人 他就很喜欢去圣灵的聚会 每一次去圣灵的聚会 就会觉得很舒服 很开心 但是回家又回到原状 反回原状 就是烦恼重担 所以我以前 神给了一句说话 就是圣灵充满 可以进入我们的思想 就是圣灵充满这个经历 那么好 进入思想 神真的好 于是进入思想 将他放在生活里面 同样很多人 在释放祈祷 或者是亲人神 很圣灵充满 但回家又处理不到生命 烦恼处理不到 又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两极 一个就是围灵主义 一个就是围员主义 当然他不是完全是那样 但很主要是那样 但两样都有问题 围灵的释放是怎样的呢 有亲人有需要释放 就不断向他赶灵 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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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了赶了赶了很好 很舒服 回家又来过 这个围灵主义 没有帮他生命中处理 于是他回到家又重现了这个情况 他回家又要处理 怎样处理呢 就是神在爱我的 这是入思想 神在爱我的 神在爱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神在跟我一起的 所以我不用担心的 神其中一个给我的意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到天堂 神是不需要向我道歉 他不需要道歉 对不起 我忘了帮你 哎呀 那么多人我都忘了帮 只是有些帮了 有些没有帮 就是神不需要这样 神是会给我们看到 每个人都帮到 神又用另一个意念 告诉我们 这个就好像 我们要交将 神也要交将 即我们要交将 我们做了什么 神也要交将 怎样交将呢 他要告诉每个人 我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 在整个国家做什么 整个世界做了什么 神会显露他所有作用 但不是已经有本生命策 记录了 有些神做过 在我们身上 有些什么做到的 我们好的 不好的 都写了 是的 他写了一道 总之到时我们会知道 他用什么方法传递 我不知道 总之到时会知道 神无论在生命策上 或者他说出来 总之无论如何 神都是要交代 他所做过的 我意思就是这样 而他交代的时候 神是不会有任何脱漏的 即他不要说 对不起 我脱漏了这个部分 即没有搞到你这个部分 即神会让我们看到 他真是什么都做了 这个就加上我们的信心 所以有人有麻烦 又怎样相信呢 神一定处理我的事 神一定没有脱漏 我总之信靠神 神一定帮我的 好像刚刚这个姐妹 都听她说的时候 都很困难 但一祈祷 又开心又松了 即是立即得到帮助 即是我都跟他说 我知道你很困难 但一祈祷 即是立即松了 即是看到神的工作 那么好 那我们要进入悟性 哇 神这么好 好了 我继续 在悟性讨告 也都在灵里面讨告 神这么好 我用灵去敬拜 即是养我们的 因为悟性是带领我们的 灵性就是帮我们经历神 给神做功 但我们需要有悟性 告诉我们 我要下一步做什么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经历圣灵 神给我们很多教导 我要有悟性 悟性将这些教导寫出来 将这些悟性教导人 还有悟性如何用这些教导 如何将这些东西传递 今天我也是传递给你们 你们看到神的工作 你们如何将这些 放在悟性里面 应用出来 还有悟性 另一方面需要学 是什么 学习写东西和表达 虽然不是每个人懂得写东西 但起码是表达口说 口说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经历圣灵很厉害 或者你为人祈祷很厉害 但如果你不懂得教导 是相差很多 因为人们没有教导的时候 你只是为祈祷和经历 这不是完全的改变 但当他明白神的工作 他愿意处理生命 听明白圣经的教导 然后他有圣灵充满 两人一起就好 所以我们每个经历圣灵都要学 去表达 表达除了用口说 也是用文字写出来 是很有帮助 因为文字也有传逆的作用 而且你想言语做得到 也都要写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多数用PowerPoint 或者是写文件 把自己要分享的东西写出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得到神的工作 你就说 好了我要进入五成 我如何用 我如何处理生命 整个生命处理 我如何抹着神的爱中 我如何调教我内心 我的生命是很有目的 很有盼望的 我如何整个人发挥出来 我的神秘的呼召就是 一个一个逐个逐个逐个 其实我都见到不同的地方有很多需要 如果你的语言能够 有广东话 又有普通话 加上英语 像你这样 有英语 我们的范围就很广阔 但无论如何 我们总是可以的 但是很多人 又被他自己里面的东西卡住 什么是击怕 我没有信心 没有能力 这个需要悟性 又需要灵性 悟性告诉自己 神给我聪明智慧 我一定可以冲破土 我可以逐步逐步学 是要学的 是学到回来的 然后有圣灵的充满 我就有能力冲出去了 只是悟性 就会知道 但是没有这个胆量 没有这样冲出去 需要灵的充力 就是推动你 你就会放胆出去 我里面又有悟性 神给我的教导 又有这个目的 但我也有圣灵的能力 推动我 而且我看得到圣灵的工作 这么真实 让我很有胆量 我经常都见到 一些违廉主义的人 他经常都说 牧师为我祈祷 让我不得释放 我说 我想辅导 他有些人说 我不想辅导 我不想辅导 我不想去处理 我只想祈祈祷 然后我完全改变 最简单 就是 你的心态就是 祈祈祷 就人改变 这是一个违灵主义 其实他一定有事情处理 他说 我已经处理了 但处理不了 处理不了 处理不了 其实当然有偏差 总有方法处理到 这个就是因为 他的心里觉得不能处理 所以他就放弃 他始终处理不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 两方面平衡 整个灵魂和我们的生活都平衡 在神里面的发展 亦都是有悟性 和有灵的发展 这样就很不同了 我们整天都看着神的工作 好像今天这位姊妹 很特别是什么地方 就是他起初告诉我 的情况 我都觉得很困难 但是呢 他自己也觉得很困难 但是呢 又看到很大的释放 其实一会儿 7点钟 还有人来 又是很困难的 就是我 经常都有人找我 就是很困难的情况 我每一次都说 神是可以帮到你的 我们就需要兴起多些人 去帮他 帮完他 就不要只说 帮完他释放就搞定 而是你怎么可以兴起 这样才是有意义 还有当你这样兴起 歌忍才完全释放 他整天都是故自己 反而不得到释放 所以我希望你们呢 就是 听完我说 和看到我们刚才的经历 你就说 好了 我愿意被兴起 我愿意在我的悟性 学习写东西 就像是 杰珍都学习写东西 不要紧 你进步 总之继续进步 有开始就有得进步 不停地记住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求神帮我们 有灵 有悟性 有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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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